孟总 实际店有什么引流方法 拿出笔记本 这期成干货哟 1.爆款引流 拿出一样产品不赚钱 先把客户吸引过来 需要注意的是 一定不要用垃圾产品 吸引来一个 死一个 引流的一定要有好东西 提升客户体验感 2.抵用券引流 很多大型商超都在用的方法 消费满多少 送多少钱抵用券 利用的就是客户想债便宜的心理 回来重复消费 3.义务联盟引流 找一家跟你产品不同的店铺 商量好 在其店铺消费多少 可以到你这领导什么产品 从你这消费多少 可以到对方店铺领取什么产品 爆团取暖才是长久之道 4.赠品引流 这个很简单 进店就送小礼品 还是用客户占便宜的心理 5.提供休息区引流 在你店铺内空出一块位置 摆上桌椅 协上面费休息的字样 逛累了可以在你这坐坐 大多数人都不好意思一直坐 多少会在店内消费一些 就算没有消费的 好的口碑也能传出去 会逐渐产生裂便 6.免费体验引流 店内设免费体验环节 留好客户联系方式 做好周期记录 到时间继续邀请客户来体验 注意 体验不是一次结束 也叫非要成交 客户前三次都不要退销 第四次会自动成交 因为体验感非常棒 没有人喜欢被退销 只喜欢被吸引 这叫三养一销 7.客户转发引流 编辑好你宣传的软文 和店内二维码 客户静电转发 就可以获得几时的福利优惠 或者转发几天朋友圈 即可领取免费小礼品 这个小礼品不用很贵 实用就可以 8.本地红包裙引流 把静电客户邀请进群 定期发红包 首期最佳或最差的部分商品免单 或者超级折扣 锁客效果好 顾客重复 既电率高 以上这几点大家都学会了吗 学会的朋友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